云儿,面对各脉奸细,你想如何做,你便大胆放手地去做,过不了多久,本宗主会将我的人调配给你掌管。 谭云文言脸上浮现出了笑容,如此一来,自己便可掌控全局。 一号高台上虚空震荡,谭台玄正父子自谭云身前凭空出现。 众人行过礼后,谭台玄正右臂一挥,隔音结界随即笼罩住谭台羽、谭云和沈苏宾。 谭台玄正的面色忽然变得极为凝重。 云儿,此次各脉圣子圣女之战出现了变故。 宗主,是何变故? 根据我们隐藏在各脉的眼线回报,九脉老祖们极为看重这次决战, 于是,不仅传授给各脉圣子圣女绝学之外, 甚至还不惜消耗法力,给参加决战的圣子圣女传供。 宗主,各脉参加决战的圣子圣女是何人?何修为啊? 云儿,这也是接下来我要跟你说的。 五魂一脉出战的是圣女,宋莎莎。 此女十年前便开始进入时空法宝内修炼, 又经过五魂一脉,老祖们传宫如今已是魂脉境九重实力。 至于,各五魂一脉各老祖传授给他什么绝学, 本宗主也并不清楚。 风雷之脉出战的是风雷一脉大老祖的后人政权, 此人如今已是魂脉境大圆满实力, 修炼的功法不详。 兽魂一脉出战的圣子, 是风雷一脉大老祖司徒乌恒的玄孙司徒浩, 如今是魂脉境大圆满, 功法不详。 古魂一脉出战的是圣女赵璧君, 也是魂脉境大圆满。 片刻后, 澹台玄仲将参与决战的各脉圣子圣女的名字和修为, 全部告知了澹云。 除了五魂一脉圣女宋沙沙之外, 剩下八人皆为魂脉境大圆满。 澹云闻颜面带笑容, 宗主,老宗主, 你们不用担心, 他们不是我的对手。 澹台与二人闻眼神情一阵, 眼神中充满了期许之色。 最后, 澹台玄仲解除了隔音结界, 祭出一艘灵舟, 让功勋道场内所有人登舟, 而即便驾驭灵舟, 朝皇甫古山浩浩荡荡而去。 飞行途中, 澹台玄仲将皇甫玉叫入灵舟修炼室之内。 玉儿, 你过来一趟。 四下无人, 女扮男装的澹台仙儿, 自是恢复了自己的声音。 爹, 您找女儿干嘛?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, 爹就是想跟你谈谈心。 仙儿啊, 怎么样, 还满意吗? 满意? 满意什么? 爹当然是问你, 对你未来的夫君满不满意了。 嗯。 哈哈哈哈哈哈。 爹就说过, 云儿这样优秀的男人, 我的宝贝女儿怎么会不喜欢呢? 爹, 可是…… 哦, 可是什么? 爹, 没错, 女儿是喜欢探云, 可是, 她不一定喜欢女儿。 你这话说的, 我宝贝女儿天生丽质, 论美貌, 丝毫不比梦一诗摇场, 谭云她怎么会不喜欢你呢? 她一定会喜欢的。 爹, 嗯, 你还是不了解谭云的为人, 谭云这个人原则性很强, 也不是好色之人, 不是女儿长得漂亮, 她就一定会喜欢的。 女儿, 你变了, 当初可是你说的, 谭云已经有了诗摇梦一, 你还说她花心呢, 怎么现在又说她不好色了呢? 爹, 那是因为女儿后来了解, 谭云和梦一诗摇相识相知的过程, 才觉得谭云不是好色之徒呢。 还有, 爹, 其实, 谭云还有一个未婚妻呢。 啊, 什么? 还有一个? 是谁? 你告诉爹。 南宫玉沁。 仙儿, 你说谁? 你别告诉爹, 谭云和神魂仙宫圣女, 又扯上关系了。 真是气死我了, 云儿怎能和敌人宗门的圣女搅合在一起呢? 爹, 你听女儿说, 不是你想的那样。 爹, 其实谭云和南宫玉沁…… 看着勃然大怒的谭台玄仲, 谭台仙儿忙不爹将南宫玉沁之前的事情告诉了谭台玄仲。 谭台玄仲闻言亦是为之动众, 他倒是没想到, 谭云和南宫玉沁之间会有如此残酷的经历。 同时, 谭台玄仲也只能接受, 自己的准女婿又多了个女人的事实。 谭台仙儿抿着嘴, 到处心中顾虑。 爹, 其实女儿现在喜欢谭云, 只是一厢情愿, 她已经有了三个美若天仙的未婚妻, 女儿真担心, 谭云今后得知我是女儿身后, 拒绝我。 仙儿, 你放心, 云儿一定会娶你的, 一定会的。 爹, 您为何如此肯定?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 仙儿, 你去把谭云叫进来, 爹有事找他。 嗯。 谭台仙儿应声退出修炼室, 来到灵州甲板上, 朝正在和睦睦义等人谈心的谭云开口。 少宗主, 宗主找你。 谭兄, 刚刚宗主问了我一些事情, 我把南宫玉沁是你未婚妻之事告诉宗主了, 宗主可能为此事找你。 哼, 没事, 此事我本来就打算找机会告诉宗主。 说着, 谭云便进入修炼室里。 云儿, 方才玉儿和你说的话, 我也听到了。 我只想知道, 你今后如何处理和南宫玉沁, 神魂仙宫的关系。 灭神魂仙宫, 迎娶玉沁。 玉沁本就是弟子的妻子, 他不属于神魂仙宫, 也不属于南宫盛朝, 他只属于弟子。 本宗主信你。 坦坦玉政说得意味深长。 一日, 尘时将至, 亦是生死之战即将展开。